昨季乡 轮天文剑站 除了延缓部落长者的身体老化 另外也和古风国小 结合规划祖孙共学族语的教学 歌谣传唱等课程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 让学童深刻认识到布农族的济世文化 要召告祖林学校老师宿舍落成及校车的启用 部落祭司手持盲草扣念导词 宴请祖林享用生理 部落祭老们以布农族最古老最传统的记忆 祈求祖林护佑学校老师及学童平安就学的同时 也让现场每位学童深刻体认布农族的传统祭司文化 主席乡轮天文件站除了演换长者身体精能老化 提升晚年生活品质 另外也和古风国小结合共同规划祖孙共学 不仅有朱语公学歌谣传唱及传统工艺等课程 这一次更借由学校老师宿舍的落成启用 设计操作布农族的传统记忆传承自己的文化 轮天文件站有这个科目的传承 希望我们这个未来的主人翁小孩子们 对于我们祖先以及我们老人这个祈福 对我们后代的希望就有相当的教育的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轮天文件站几乎都是年长者 那么这个年长者他们有相当丰富的智慧 以及没有办法去学在学校里面 没有办法学习的智慧 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孩子们 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 所遗留下的高度的智慧 文件站在照顾关怀部落长者的身体健康与生活 另外对于布农族的文化传承教育 更是不遗余力 每周五定期与国小肤设幼儿园的孩童共学 传承不能组祖先的文化智慧 也让孩童认识自己文化的根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